我們邀請師姐來為我們分享 一起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交流跟分享 然後最近其實也蠻多感的感觸 因為我跟大家分享一個就是前天 對 前天我就在一個機會下就得知了一個訊息 然後是我一個朋友也是2018 因為我在2018年就是敲碼的朋友 我也是2018年才認識他 然後我也是因為接觸了敲碼 然後就認識到他這個 也算是我工作上的一個貴人 因為我就在讀完就是這個書一到七章之後 我就開始練習心法 那練習心法之後 我的工作上就有這個貴人出現 那這個貴人其實就是他 然後那當時我當然一定也有跟他分享 敲碼這本書 但是他就始終就是沒有揭賞 然後他學非常非常多的東西 他學什麼催眠各種課 什麼課 只要可以讓他好的 他全部都願意花錢去上 但是就是沒有花 不願意投資來敲碼 然後我就覺得真的非常的可惜 因為在前天我知道 他這個消息的時候 其實我真的覺得非常的震驚 因為那是我去送貨的時候 我的那個客人就問我說 認不認識他 我說我認識 然後他就說 你知道他前陣子發生了一件大事 我說什麼大事 然後他就叫我Google一個高中 就是豐原高中 然後我就上網查之後 豐原高中前陣子有發生一個這個 就是校園霸凌 然後結果那個學生就上吊自殺的這個事件 其實我之前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都沒什麼在看新聞 然後後來他就說 我就說他兒子耶 對因為他兒子就是念那個學校 結果那個自殺人就是他兒子 然後我就當場覺得天啊 然後就是然後我兒子 後來我就跟我兒子分享 那他也覺得非常非常的震驚 那我覺得有些時候就是介事戀心 然後我也順便借著這個新聞事件 告訴我兒子說 你看喔 我們一個言語 就有可能會造成一個人的傷害 所以我們不能隨便去批評別人 或是霸凌同學 或者是甚至去排擠同學 因為其實在國中高中都會 這是非常普遍的現象 然後但是這種現象就是 假如所以我就覺得媽媽真的很重要 然後那在那個時候啊 我也就是跟我的那個顧客分享 就是因為其實我也有跟我那個顧客分享抄馬 但是他也是後來 他一開始很熱心幫我分享很多人 但是後來他還是走回他自己的宮廟系統 就是並沒有有興趣來了解 然後但是他知道我的能量很強 然後他自己說的我也沒這麼覺得 他說可是你我覺得你的能量很強耶 現在只有你可以去幫那個朋友 就是他覺得我要去去幫助他走出來 然後後來我也趁機跟他分享說 你看喔同樣就是可能都是小孩子有問題 因為我兒子也是在國小三年級的時候 要升四年級的暑假 他的這個學校的老師就告訴我說 你兒子啊應該有 他覺得他應該有亞斯伯格 然後建議我要去帶他去檢查一下 那當時我也是非常的震驚啊 覺得蛤?亞斯伯格 他已經之前有妥瑞症 大班的時候有妥瑞症 我就已經覺得天啊 就是然後又有亞斯伯格 然後還要去那個草屯療養院檢查喔 然後我帶我兒子去檢查的時候 然後我兒子是非常不開心的 因為旁邊的人就是比較奇怪的嘛 就是那個能量廠跟磁場 他很敏感 然後他就覺得他又沒有病 然後他覺得他好像是變成神經病一樣 你知道嗎 然後被帶到那個地方去做檢查 所以他超級不合作 然後他就第一次的時候 他就真的就是完全那個老師問他什麼 他就是不回答 結果後來那個老師15分鐘以後就跟我說 媽媽你可以帶他回家了 如果你們還要繼續做這個檢驗 三個月以後再來 因為已經排到三個月以後去了 然後三個月以後又去一次 然後結果後來當然就是 確定我兒子就是亞斯伯格 然後那時候雖然心裡還是覺得 沒辦法接受 可是就還是會帶著他去做治療啊 然後就是什麼之類的 也上了一年的那些什麼團體課 但是我同時那個時候 因為我有接觸超馬 所以我有用超馬的方法 就是帶著我兒子 那時候剛好2019的時候 然後我就是開始帶他錄牌卡 然後他那時候也轉學了嘛 然後錄牌卡 然後他錄的第一天 那時候去學校 那時候還被同學打 真的有被打 然後被霸凌 然後就是被打了十幾圈 然後雖然我就是跟他溝通之後 他原諒了那個同學 可是我覺得他的心裡可能沒辦法承受 那個壓力跟那個情緒 所以他就顯現在他的臉上 他的那個妥瑞症又犯了 然後那時候就整個臉抽去到一個不行 然後就這樣一直渣啊渣的 然後我就覺得天啊怎麼會這樣 但我又沒有帶他去什麼吃藥啊那些 因為我覺得那個沒有用 而且那些都會有副作用 然後那時候我就請他錄牌卡 因為剛好那時候導師有推一個 錄108天可以跟導師吃飯嘛 然後那時候我就是因為很想跟導師吃飯 問我兒子的問題 然後所以我就去錄了這個牌卡 我自己也錄 然後導師我請我兒子也錄 然後我發現喔 結果啊在這樣錄的過程當中 到了吃豆花那一天跟導師吃豆花那一天 我才知道我兒子 欸錄牌卡原來對他有這麼大的幫助 我自己都不知道喔 因為他也沒有告訴我 然後啊因為導師就問他說 欸那你那個錄牌卡對你有什麼 你覺得有什麼幫助 他就說喔我發現我在學校人員有變好 就是至少有同學願意跟他玩了 以前是人家都不想跟他玩 因為他就是都要自己的規定嘛什麼的 人家就也不想聽你的啊 然後然後後來我就覺得哇覺得很開心很欣慰 然後那時候後來就接著又帶我兒子去美國 拉斯維加斯 然後剛好那時候有暑假團 所以我就帶著我兒子去 然後去回來之後勒 欸就是那時候營運長 因為那時候國小嘛功課還好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只要有營運長的經驗會 我都會帶著我兒子一起來參加 雖然他可能沒有在聽 都在玩手機啊什麼之類 可是我覺得靈魂還是有在聽 就是還是有效 你知道嗎 就是他那個能量的那個還是吸收得到 然後後來他就越來越進步 然後就越來越正常 然後那個妥瑞症啊什麼的 後來就比較沒有再出現喔 然後因為我就發現其實真的一切都是能量 能量真的都是能量 就是當你能量是在一個平衡的時候 他的情緒就是會比較平衡 然後整個那個狀況也會比較好 後來接著就是因為我兒子自己想要很想演戲 所以又他又帶他參加了四次的演員班 那我覺得這四次的演員班喔 對他幫助也是超大的 就是每一次錄完影的時候 他這個喔那個錄影現場的能量真的是非常強大 因為導師會一直在看 然後而且他會那個盯著 然後喔剛好那個時候也很幸運啦 就是有一個機會就是在那個音樂會上 我兒子有唱一首這個幸福報道這首歌 然後就在練唱的過程中 也讓我兒子從原本是音痴 他真的是五音不全不會唱歌 然後那時候他被選上的時候 然後他還問我說 營運長是不是選錯人了 他不知道我不會唱歌嗎 然後他是不是只是看 我覺得我長得比較可愛 我說可能是 然後後來我們就很認真的練習練唱 每天要錄30 每天要唱30分鐘到一個小時耶 然後要錄給營運長聽 然後其實中間被推薦兩次 營運長都說這樣可能不行 我也知道根本就不行 就是完全沒辦法 因為營運長就傳人家那種什麼五燈獎 歌唱比賽的 說要唱成這樣 怎麼可能 然後我就覺得我應該是沒辦法 可是這個過程中 我看到我兒子他沒有放棄 就是還是很認真的 不然以他那種就是很容易放棄 他就覺得算了算了 然後又沒有抗壓性又低的 他一定覺得不要 然後那就 而且在要錄影的前一週 他竟然還摔斷門牙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 天哪 是不是給老鐵給他一個台階下 叫他不要唱了 因為真的不行啊 你知道嗎 然後還摔斷門牙 他整個大哭你知道 後來那時候我就知道 應該是他得資量不夠 然後因為那個要去表演 其實你還是要有一定的這個 能量跟得資量 你福分不夠 你真的登升不了那個台 後來啊 我就趕快幫他注印 然後又帶著他 剛好那時候過年 他是在除夕夜摔斷門牙的 然後後來我趕快帶他 過年那幾天 帶他去發紅包發書 你知道嗎 就叫他用他的手傳給人家 那他終於就是也有發了一下這樣子 發一發 真的很神奇耶 只要願意去發 那個能量真的就會轉動 然後結果啊 竟然喔 就在錄影的前 前兩天還前三天 影韻長才通知我們說 好吧 那你那個明天 帶兒子上來好了 但是如果他唱不好 就立刻下來 因為我們那個攝影棚很貴 沒有時間讓他在那邊浪費路 再來陪他唱這樣子 我就說喔好知道了 然後後來我也告知我兒子說 欸就是我們可以去 但不一定可以上台喔 讓他先有個心理準備面 他很挫折 覺得說就是上不了台這樣 然後後來那一天 我覺得更神奇的是 在這個錄影的現場 欸真的就是非常感謝導師 真的就是欸讓他上台 對然後欸上台之後 我覺得真的就像這個地方寫的一模一樣 真的我覺得就是剛剛我導讀這些 當你的開關被打開的時候啊 真的就是變了一個人 然後我就看了我兒子在台上 根本就不是他在唱 我就感動到落淚你知道嗎 我就覺得天啊 他練習了一個月在老師這邊 從來也沒唱那麼好過 而且啊就是我還請老師 教他怎麼比啊手怎麼比 他不會比就是不會比你知道嗎 就是很僵硬不知道擺哪裡 結果一上台之後哇 簡直像那個歌神上身你知道 就是唱得非常自然 然後我就覺得喔天啊好感動喔 我覺得那真的是導師把他開關打開了 不然不可能 所以啊那個音樂會真的是非常多的人的付出 還有很多人的這些心力 所以五百塊真的只是收一個意思意思啊 真的因為太多人付出 然後去表演然後去練習 然後那個錄製那個過程 然後更神奇的是喔 我兒子在錄完影之後 他進來他本來瘦瘦小小的 大家看他兩年前照片跟現在是天壤之別 他那時候矮矮小小 然後我先生都是用擔心的方式 都說啊你這樣不行啊 你這樣吃太少啊長不高啊 怎樣怎樣 但我兒子還是不理他 因為你用擔心的小孩是不會接受 然後但是欸我就是帶著他去泡在這個正能量的氛圍裡 然後他就欸 竟然錄完影之後喔 他食欲大開耶 可以吃三碗飯 三碗麵 我想說天啊這是怎樣 然後我就覺得 因為我都會從那個現象去觀察我們做的哪些事情 我就覺得欸真的是錄影 錄影完之後他整個能量爆表 然後他食欲也開了 根本不用吃什麼開胃的啊什麼之類的 然後後來他就開始欸長肉長高 然後又長胖 然後就開始 而且也因為他那時候摔斷門癢 所以那時候我有給他補充一個東西 然後他本來是之前都怎樣他都不吃的 結果因為要骨骼嘛 牙齒是骨骼讓他長好 他才開始從那個時候開始吃 結果欸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他就欸一直持續的在這個長高當中喔 然後後來呢就每一次錄影每一次都有不同的這個進步 然後後來欸錄到後來就是跟表姐的那個關係啊 欸也變好了 就是以前可能表姐來住我們家 他就會開始嫉妒啊生氣啊 然後就覺得我比較愛表姐啊什麼之類的 可是欸後來他就可以跟他和平相處 然後更神奇的是喔更神奇的是 就在我好像第四次還第三次付完那個演員班的錢那一天 然後那時候我本來就是也有一件就是覺得欸不知道怎麼辦的事情 因為那時候我兒子選到的學校是在新竹 然後喔不可能每天這樣載他吧去新竹上課啊 然後那他一定要住校 那他又不想住校 然後我在想然後我要去跟他住嗎 去竹北住住房子嗎還是怎樣 結果後來竟然就在我去付完錢的那一天喔 我在問我兒子 然後他竟然說好啊他要去住校 然後就在那個開學的前兩週喔 然後我就覺得天啊太神奇了 因為他畢竟才國小畢業啦 然後然後要去住校那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而且喔那兩個禮拜他都非常開心喔 非常期待然後要去住校 然後我就覺得哇真的有些時候 真的我們靠我們父母自己的力量想要去轉變小孩真的很難 可是有很多的能量挹注的時候 真的就是賺得動很多的你覺得不可能的事情 然後我也看著我兒子這樣一路的這樣子進步 然後然後後來當然雖然最近又換學校 然後換到這個台中的學校 然後但是我覺得也是一個祝福 就是雖然我每天都要開車四個小時接送他 然後但是我在車上聽了非常多導師的音檔 所以讓我的那個很多不通的地方又更通 因為你平常可能根本沒空去聽 老師以前那種能量機裡面所有的音檔啊 根本不會聽可能固定就是什麼地址規啦 然後固定就是你喜歡聽的那幾首歌 然後但是我的車子剛好他就會跳來跳去 然後就隨選喔 而且他跳出來音檔剛好有些時候 剛好就是你當天的一些問題點喔 然後老師就回答出來 然後我就覺得哇真的是太太神奇太厲害 然後我就覺得說真的是看著我兒子 所以媽媽的學習真的非常的重要 因為我非常感謝就是在2018年12月 那時候導師有回台灣 然後當天我有趕到現場去 最後一個已經九點半喔 我到現場 然後我直接 然後說他有沒有誰有問題 然後我就鼓起勇氣問導師你知道嗎 問導師我兒子的問題 因為我說我真的不知道怎麼教我兒子 然後他有非常多自己的想法什麼什麼的 然後後來導師就回了我一句說 小孩的問題都是父母的得資量跟主得的問題 所以我就想那就是我自己的問題啊 就是回到我自己身上啊 所以就是我們自己把自己的能量提升 然後把自己的這個 然後你自然有辦法 小孩就會跟著你轉 可是如果你像我以前都覺得是我兒子的問題 我都一直帶他去看醫生 然後看很多的 花很多錢喔去治療喔 他的什麼專注力啊 有的沒的 花非常多的錢 然後但是都只是短暫的 沒有辦法很有效 我之前甚至看了一本書 是什麼美國一個博士 我就帶我兒子去耶 在台北耶 我每個禮拜開車帶他上台北去治療 一次花一千億耶 自費 然後十五分鐘而已 然後對 後來我回想 那個醫生做的其實也就是幫我兒子調整能量長 因為他做完以後他說 你有什麼煩惱啊壓力啊你就想一下啊 然後弄完他就弄一弄弄一弄 然後就好了 然後你就會覺得比較眼睛亮啊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就覺得那個其實也就是一個能量的調整 那我們來抄馬之後我們有心法步驟一二三 我們自己就可以調整能量調動能量 根本不需要去花錢 然後後來我就 我就漸漸不用去了 不用花那麼多錢就是 一千一然後我每次也順便 然後我還要大人好像要一千五 然後對什麼調整一下啊什麼之類的 以前都常常三不五十會腰痠背痛嘛 然後就要去整追啊什麼的 然後我想說那我既然都帶我兒子去 我也順便好了 然後 然後所以就花很多錢喔 在這方面 可是我現在欸我發現我很久不用去整追了欸 因為我們每天步驟一二三 他就自動把你的很多都歸位了 真的 然後而且就是都再也沒有什麼這裡痛那裡痛 然後我就覺得欸這個抄馬的這個心法 真的有時候你真的要去細細品味 然後去知恩 去把你的這些收穫啊 真的要把它列出來 把它分享出來 然後你才會覺得說 哇原來天地給我們這麼多這麼多的禮物 然後 如果 但你沒有去回想的時候 你都會有時候你就會覺得啊 理所當然啊 好像也沒什麼啊 在抄馬啊就這樣子嘛 可是你這樣子 你沒有去把你的這些感動啊 還有感受 再去多跟別人分享的時候 那其實別人也不會知道 所以啊在當時喔 其實那時候我那個朋友 他知道我兒子是妥瑞症 亞斯伯格的時候 他因為他是大陸人 然後他就跟我說 我覺得你兒子很正常啊 你幹嘛要帶他去做治療 你幹嘛要把他貼標籤 他覺得不用 你知道嗎 因為他的兒子其實應該也是 也是有亞斯伯格 所以他就是很有自己的想法 非常的聰明 非常非常的聰明 然後在國小也資優班喔 然後國中的時候也考上台中 那個私校的資優班喔 但是呢 可是在人際關係方面 如果你在國小的時候沒有 父母沒有正式 然後去讓他接受一些治療 然後或者是像 像我是帶他走超馬的 這個能量的這個方面調整 那他兒子到國中之後 可能就會變本加厲 就會更嚴重 所以他後來到那個學校 好像也沒辦法跟同學相處 還是就是會跟老師對抗 我是看新聞才知道的啦 我都是後來那一天我去搜尋新聞 我才知道這些狀況 因為我朋友也沒有告訴我 所以我也不知道 然後 然後 所以他後來到了 又轉學回園林嘛 回園林念公立的學校 到了高中的時候 其實他在今年一月份的時候 曾經打電話給我 問我兒子學校怎麼樣 然後 然後什麼之類的 我兒子還說 對啊可以啊 你那個哥哥可以轉來念這邊啊 他當時只有說 他兒子好像有點念不下去了 然後我就說 喔那你可以來這邊 可能 你兒子應該也是比較適合 美式的教育啦 比較開放嘛 因為一般的學校 就是很多的規定啊 you know what 然後後來他那時候就說 喔好他會來看看 可是喔 他不知道有沒有來看 然後後來啊 我又回去看我跟他的對話 因為我看了新聞才知道嘛 他兒子是2月18那天 上吊自殺的 結果我2月18那一天 載我兒子去上學 那天是禮拜六 因為我兒子上半天 然後我就想說 欸他剛好搬到楓原 然後我就可以就進去看他一下 然後我還特地問他說 欸你有在家嗎 然後他跟我說我在台北 然後我就說 你在台北 喔那我下午也會去台北 那我們要不要約一下 然後他說嗯沒有空 然後最近都沒有空 然後我在想欸我那天還真的 有想要去他家欸 我就在想說 早知道我就不要問他 我直接衝到他家 說不定還可以 有機會 對就是有一些轉變 然後結果反正有些時候就是 當你沒有貴人出現的時候喔 你就是很多一連串的 就是可能在學校被誤解 然後被被貼標籤 然後父母也也也也就是 覺得你難以管教 然後當他覺得學校家庭都沒有人 愛他的時候 他當然就會走上這個絕路 然後剛好就是我就是 昨天聽到地址歸第24集 就是在講這一個 因為那時候我我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我就一直在想說 為什麼會這樣 然後後來剛好 蔡里旭老師在系長弟子規裡面 就是講到說 當那個孩子沒有感受到愛的時候 他才會走上這個絕路 所以他可能在學校也得不到愛 得不到老師同學的愛 在家裡也他剛好父母也離異 所以就像踢皮球一樣踢來踢去 所以也得不到愛 所以就全部加在一起的時候 他就萬念俱灰 對啊 所以我覺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可惜 然後 然後 然後我現在 也還不知道要怎麼樣去跟那個 朋友 就是 就是 安慰他 因為我只有先 因為我只有先私訊他 但他都說 我很好啊 然後我就說 欸那你 我本來是想說 欸 約他去馬來西亞 你知道我就直接約他去 然後他就說 沒有 我沒有要去 我就說 欸那你有要回大陸嗎 他說 我也沒有機會要回大陸 然後他就一個人欸 還是要留在這個地方 對 然後 我就在想說 喔好 然後我再看看 用什麼樣的方式 就是會更有智慧的去幫助他 對啊 然後 所以啊 這個就是 我覺得有些時候啊 當我們跟別人分享的時候 那他沒有接上線的時候 就會 可能就會有一些 對 這種 憾事發生 我就覺得真的是 很可惜啦 對 嗯 好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謝謝 謝謝